天还没亮 城市里的一批居民 已经睡到了自然醒 小雅 你在包面都丢了嘞 包起来 包起来 你咋子 你打官吗 还是你耳也不是你外阿军 你看你妈哟 把青青当外阿军 你来带一当 我去帮青青取村 你来这带一当 饲养员没燕 是骑得比大熊猫还要早的人 小雅 小雅 一样你头的好胆子 熊猫妈妈只负责早间清洁 之后宝宝的吃喝拉撒就都要梅燕接受 首先梅燕要在警觉的熊猫妈妈眼皮底下取出宝宝 虽然梅燕已经是熊猫妈妈最熟悉的人类 但在宝宝的问题上还是没得商量 一旦让熊猫妈妈看出企图 梅燕就有生命危险 不过没有什么是一盆蜂蜜解决不了的 给你啊 妈再再来 走 给小新两个一起过去了 小新 嗯 小新走 挺好 吃早饭之前熊猫宝宝们先要称重 小家伙的体重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五千八百七十一克 熊猫宝宝小新在短短的三个月长胖了五十倍 小新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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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来了以后就觉得这熊猫还是有像熊有像门的 吃开它东大一坨结果吃了猪只吃熟 然后还太过去了 天本头本头的还跑得飞快 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接待游客的时间是早晨7点半 但是每天不到7点 很多急脾气的游客就等在了大门口 每年全世界超过450万人次到成都看熊猫 从市中心到熊猫基地只需要半小时的车程 几乎所有关于成都的旅游线路里 大熊猫基地都是必选项 第一批进入基地的游客 正好赶上熊猫幼崽的室外活动时间 芝麻和芝士是梅燕带大的一对双胞胎 她们和梅燕都早已经名声在外 此时数以万机的网友也在通过直播与梅燕一起度过早间时光 2013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央视网联合推出了熊猫频道 全天候直播大熊猫的活动起居 你又去好别过来 这给娘是难了我跟你说 娘喊你陪 喊你陪 喝你呢 喝你呢 哎呀芝麻 芝士在喝水 哎呀你整理个大芝麻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过来过来过来我给娘说 芝士你好 芝士 喝水水快 我把芝麻给你薄开了快 走走走 梅燕的宝宝们玩性正浓 更幼小的弟弟妹妹们则还没有吃完早餐 小家伙们在半岁以前最爱吃的是盆盆奶 由黑熊奶粉牛奶奶粉大熊猫的母乳混合而成 脱离了饲养员怀抱的大熊猫 饭量瞬间激增 从起床到现在 这家伙已经不停地吃了三个小时 大熊猫每天要花10到16个小时 吃掉15到30公斤的竹子 却只能消化其中的17% 同一个时间里 有的在吃 也有的在拉 大熊猫幼崽在三个月之前 并不会自己排便 野外的熊猫妈妈 会舔幼崽的身体 帮助他们排便 熊猫基地里面 这项工作就交给了奶爸奶妈们 这些涉及隐私的内容 大部分游客是无缘得见的 好 哎呦我的妈 临近八点 梅艳的早间工作即将结束 人猫大战却丝毫没有平息 你轻点搞个妈 好痛啊 杨杨 这个就拿给你们算哈 痛 杨蕾 痛 痛 你们两个让不让开 一早上熊猫幼崽就像眼泪中 让人抓狂的熊孩子 精力旺盛 一刻不停 而且下手没个轻重 饲养员想歇一下喘口气 几乎就是做梦 我又没喊你 你胖胖胖 胖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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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快来吃 走快去吃 你妈妈妈妈你 arcade mouvement 您儿子 偷女 露女 要在媳婦 occurred 小王怎么哼不喷你 你他怎么吃饺子 直到下来把它吃饺子 抓住不然吃饺子 你케 再安鸣 你们要摸 refer 又是你 茂次 终于梅艳完成了本周的第三个夜班 熊猫基地大门外 游客还在不断地增加 熊猫基地大门外